自古以来 相氏一直一直带着浓厚的迷信色彩 在北宋年间 曾有一位号称白云先生的相氏十分有名 他奉命去给一户人家算命 可是当他走进这户人家 还没有见到主人 却转身掉头就走 这是为何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史料未及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相氏算命的故事 公元871年 正是唐义宗李崔的执政年间 在这一年的十月十日 有一个小男孩出生了 根据后世史料记载 有说他是博州珍元县人 有说他是浦州重勘人 关于他真实的出生地 目前仍有争议 这个小男孩长到四五岁的时候 迟迟不会说话 他的家里人都以为他是一个不大聪明的孩子 于是对他也没有多加管教 某一天 小男孩独自一个人跑到沃水河岸玩耍 正当他玩得入迷时 有一位身着青色衣装的老妇人缓缓走到他身边 小男孩惊诧地睁大眼睛 毕时只有他和这老妇人单独待在一起 可是小男孩却不觉得惊惧和害怕 那老妇人面目和善 对他招了招手 小男孩乖顺地朝着他走过去 他先是摸了摸小男孩柔软的头发 继而把他抱在怀中 给他哺乳 四五岁的小孩子早已过了吃奶的年纪 可是偶然遇到青衣老妇人的小男孩 从这一天过后 忽然变得耳聪目明 他不仅能够一目十行 还能过目不忘 史轮经书无一不通 无一不经 而且口齿清晰 能说会道 等他长到十五岁的时候 四书五经更是倒背如流 成为远近闻名的天才少年 他就是陈团 公元888年 年仅17岁的陈团 因为财名远播 被唐熙宗召见 见到唐熙宗之后 两人交谈甚欢 唐熙宗也很欣赏他 于是给他赐了一个 清虚畜世的美名 或许是这一次与唐熙宗的会面 让陈团心中萌生了想要做官的念头 此后的很多年 他一直都在为自己的这个梦想努力着 公元932年 愁愁满志的陈团 进京去考进士 但是很遗憾 比他有才学 有门路的人大有人在 这一次考试 陈团遗憾名落孙山 考进士失败以后 陈团消极了很长一段时间 不过他是个很看得开的人 失忆结束后 他又重新振作起来 他觉得自己或许不适合在官场中臣服 于是开始踏足祖国的大好山川 他走遍南北 足迹遍布全国 曾经看中的功名利禄 如今只是过往云烟 到了公元935年 陈团仿佛受到了上天的感召 他遵循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来到武当山 至此开始了属于他自己的隐居生活 在武当山的生活 清贫淡快乐 每日看着云卷云书 日升月落 陈团感觉到内心清静和充实 过了几年 陈团来到蜀国 寻找一位很有名的学者学习锁鼻术 学成之后 陈团又开始了自己的创作之路 经过这些年的魔力 他先后完成了胎西诀 还有较为出名的纸玄篇等等作品 此时此刻的陈团 早已没有前几年为了功名奋发上进的心态 反倒是一股先锋道鼓的模样 他来到峨眉山 开始了他的讲学生涯 所以陈团又有峨眉真人的称号 后来陈团还遇见了蚂蚁道者 蚂蚁道者见他颇有根骨 于是收他为徒 精心传授他许多知识 使得陈团留下了 《先天方圆图》和《太极图》等著作 陈团拜蚂蚁道者为师父后 就跟着蚂蚁道者隐居在华山云台关 之后的岁月里 黄泉更迭变迁 但是陈团依旧过着他咸云野鹤的生活 到了公元956年 此时的天下已经变成周世宗的天下 而周世宗非常信任相识 常在宫中炼制丹药 或者尝试点金化银的法术 这个时候 有人给周世宗举见了陈团 周世宗立刻命人把陈团邀请进宫 陈团虽然百般不情愿 但是碍于黄泉强势 只得不情不愿地进宫去了 见到了周世宗以后 周世宗大肆款待了陈团 并且留了陈团在皇宫中小住一个多月 陈团招架不住周世宗的热情 只好一言留下来 这一日周世宗召见陈团 问出他一直想知道的问题 素来听闻你有本事 不知道你会不会点金化银的本事 陈团微微撇嘴 无奈地回答 回陛下 陈不会那等法术 而且陈以为 陛下作为一国之君 首当其冲的事情 应该是好好治国 而不是钻研此等黄白方术 听完陈团的一番话 周世宗细细咋磨 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心中不禁浮现起几次愧疚 周世宗连忙对陈团点头 既然你说的这么有道理 不如留在宫中 我给你一个建议大幅的官位 如果放在早些年 陈团很有可能真的会接受这个官位 但是时至今日 他早已把名利看作浮云 不做任何妄想 于是陈团拒绝了周世宗的好意 陈团执意要出宫 周世宗也不好继续把人强留在宫中 送走陈团后 周世宗还命人逢年过节 就给陈团送句问候 陈团身受宋太宗器重 公元977年 时间已经来到北宋年间 此时正是太平新国二年 而这个时候的陈团 已经是一个百岁老人 当时的君王是宋朝的第二位皇帝 也就是赵光义 赵光义知道 民间有一个相士很有名气 便想着召见他一次 面对帝王的盛情邀请 陈团自然不能拒绝 他跟随宋太宗派来的人进到宫后 宋太宗对他礼遇有加 奉以坐上宾客的待遇 宋太宗一见到陈团 深深觉得此人非同寻常 当时的陈团 穿着草鞋和羽服 头上戴着华阳金 虽然已经是百岁的高领 却不见老太隆中 反而是鹤发童颜 很有先人模样 宋太宗非常敬重陈团 让人给他搬来了座椅 宋太宗问陈团 常听先师可算祸福凶急 不知道能不能为朕算一算 河东战役究竟是何结果 陈团掐指算了一番 对宋太宗说 陛下若想及时止损 应该立即停止征伐 对于陈团算出来的结果 宋太宗没有完全相信 也没有听他的话 停止出兵 但是没过多久 前线忽然传来 出师不利的战败消息 宋太宗这才相信 陈团是有几分真本事 为了留下陈团 宋太宗许诺他高官厚禄 但是这些东西 先前几个皇帝 都已经许过陈团了 先前陈团拒绝 这一次自然也是拒绝了 宋太宗问陈团 现实究竟想要什么 朕可以一一满足你 陈团只说 只希望陛下能放我回去 眼见留不住陈团 宋太宗只好按照他的意思 放陈团出宫 没过几年 宋太宗再一次传召陈团 陈团告诉他 两年前 蒸发的时机尚未成熟 如今已经成熟 陛下可以出兵了 如今的宋太宗 已经十分信任陈团 所说的一言一词 于是他很快发起进攻 并且取得大结 后来宋太宗 对继位人选抉择不定 于是请陈团传命 他找到陈团 希望陈团能给他指点一二 陈团知道 宋太宗属于赵元侃当太子 陈团就给他支了一招 他借着算命的由头 亲自到赵元侃的府上 陈团来到赵元侃府上后 他没有第一时间见到赵元侃 而是先见了赵元侃身边的两个近视 看见这两个人 陈团的脚步一顿 他转过目光 仔仔细细地去去这两个人 那两个人都被陈团看得莫名其妙 杨蒙问他 大师 这是在做什么 怎么不进府来 他们都知道陈团是来给赵元侃算命看相的人 但是没想到陈团只看了他们两个 就没有继续踏进寿王府的意思了 其中有一个名叫杨崇勋的近视 看陈团转身离去 不由地喊住他 大师不去为寿王算命了吗 不算了 陈团转过身来对他们说 虽然我还没有正式踏进寿王府 但是寿王身边的人 亦是辅佐帝王的将相模样 由此可知 寿王也并非凡人 回到宫后 宋太祖对陈团的说辞很满意 一来这赵元侃有了名正言顺成为太子的理由 二来是 陈团的信服力很大 经由他口说出来的话 想必没有人会怀疑 而圆满完成任务的陈团 终于可以离开皇宫 回到他的清修之地 公元989年 陈团于华山的张超谷安静离世 离开时 他已经是一位118岁的高龄老人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